欢迎来到早晚听书 感谢观众 我们对今天的新疆 有一个印象 就是遥远的地方 但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首歌不是写新疆的 而是写西藏的 写新疆的歌 最有名的是 掀起你的头盖过来 掀起你的盖头来 这是我们新疆音乐的 集大成之作吧 在全国最有名的一首歌 还有吐鲁番的姑娘 这都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 而回悟新疆的历史 最重要的有一个关键词 叫突厥语化 我们知道新疆的一些恐怖组织 喜欢用一个词 叫做东突 东突厥词 东突组织 当年09年之前 比较 比较多的搞一些爆孔 等非传统安全的事件 但是这几年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 我们国家在处理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能力 大大提升了 西域的一些西边地区的边疆问题 处理的这几年处理都比较好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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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 新疆印象 国内的新疆印象就大大提升了 旅游业啊 啊 以及著名的一些新疆的女明星啊 啊 以及男明星啊 是吧 一个中央电视台记者 主持人叫小妮 还有一几个女明星 表着孤雷纳扎啊 啊 等等 都是 都是全国知名的 来自新疆的女演员 可见 这几年 新疆的形象分啊 是越来越好 而这个 我们脑海东那个东突 它为什么叫东突呢 这可能和历史上的 我们大唐啊 唐皇朝 是一个中国古代专制王朝时代 一个顶峰的一个大的大帝国啊 大唐皇朝的北方 边疆地区 有一支有木力量 叫突厥 这支突厥力量 长期和随唐 随唐皇朝有相互的功法 有战争 当然有贸易吧 而突厥最终被唐皇朝 基本上给战胜 打败了他们 而有一支突厥就向西 向西开始迁徙 和历史上那只凶独一样 在这个欧亚大草原上 向我迁徙嘛 这很正常 迁徙的突厥 开始进入到了 咸海 黑海地区 而这支突厥 很幸运 他们的突厥语 成为当地的主要的交际语 我们知道那个地区深受波斯影响 但是后来者 沮丧 突厥 就是有木突厥力量的进入 使得当地的语言开始迅速的突厥语化 开始流行突厥语 大量的当地的语言消失 成为一种死文字 突厥语兴起 而这支突厥语就成为西方世界 认识这一片地区的重要的一个标志 因为对于西方学者来说 通过语言学 通过历史语言学 语言人类学来认识 历史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认识历史 写历史的方法 而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比较陌生 通过语言来认识说突厥语的地区 给了他一个名字 叫叫做图厥语乃 图厥语乃以充岭 从岭以西叫西图厥语乃 从岭以东叫东图厥语乃 当然这个名字也没有那么严格定意 也可以说 土耳其那个地区是西图厥语乃 土耳其以东的地区都是东图厥语乃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没有那么详细的定义 这里的西方人 就这么来认识这个陌生的地区的 陌生的地区的 包括俄国人也是这么认识的 俄国人就在沙俄入侵 向南入侵的过程中 占领了河沙哥韩国 下面的那些巴哈拉西瓦那些韩国 过程中建立了一个行省 一个总督区 东突厥斯坦斯坦斯坦总督区 包括俄国人也是这么认识 这个不太熟悉的地带的 俄国人改了他一个行政编制之后 那更西的欧洲的西欧的法国英国人 认识这个地区就是通过俄国文献 俄国文献称这个地区叫突厥斯坦 整个欧洲人也开始流行 这个称呼来称呼这个地区 而俄国人认为土耳其是西突厥斯坦 而沙俄控制的这个地区叫东突厥斯坦 而东突这个恐怖组织就是借用了俄国人称呼这个地区的一个名称 成为他们实施暴力 暴力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一个名号 一个名称叫东突 而这个东突这个组织啊 就与刚才我们说的土耳其就一些联系的 因为土耳其人也是说突厥语的 历史上有一只讲突厥语的吧 你也不能说是和东方的这些都说突厥语的 是同一民族 只如他们都在说东突厥语都在说突厥语 比方说英国人也讲英语 美国人也讲英语 你不能说美国和英国是同一国家对吧 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很多父母也逼着孩子学英语 你不能说讲英语的中国人和讲英语的英国人有什么关系对吧 但是因为历史上这种语言的一致性 使得西突厥语语词 就是托尔其人认为他们和这些东突厥语语语的这群人 有一些血缘上的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关系 因此 土耳其人常常干涉 东突厥斯坦 加俄罗斯人认为的 东突厥斯坦的事情 所以 我们 整个 中亚西域地区 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 非传统安全的一个测源地 就在土耳其 土耳其有野心嘛 总是有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尽管奥斯曼帝国最强盛的时期 也没有占领过 中亚西域地区 但是他总是有一种 心理的投射 尤其是在土耳其经济状况 实力比较强的那个时期 比如说90年代 因为土耳其搞现代化 搞的时间比较早 从土耳其凯末革命之后 整个土耳其就开始进入到 工业化 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他们有钱 有力量 也有点野心 就掺和了 中亚西域的事情 西域的这个 这个这个 领土啊 文化上有点野心 尽管中间还隔着一个强大的俄国和苏联的 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 整个俄国的力量 有一段退却的时代 那个退却的时期 土耳其就自行心爆棚 开始直接干预中亚西域的事情 包括干预中国新疆市区 所以那个时期 90年代吧 到2009年之前 这个时期整个 中亚西域地区 受土耳其的影响比较重一点 但是伴随着这个 中亚国家 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以及我们中国 中国的国家实力 影响力的提升 土耳其力量就开始退却 毕竟土耳其自己内部 也出了一堆破事 是吧 那么阿拉伯之村 叙利亚战争 难民问题 整个土耳其力量 开始相对下弱 相对减弱 而中亚力量相对增强 比方说与中国建立的 上海合作组织 等等 而这套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以及各国之间的国力的上升 使得该地区的非川的安全 就没有那么像 苏联解体之后之初 那么严重 因此这几年呢 这几年整个中亚西域形势 就良好 比较好 至少没有发生 中东北非一连串的 一连串的颜色革命 保持了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而且这几年 俄国力量 也算是有些复苏嘛 中国更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一个政治体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第二个大国 而回顾整个 整个西域的这段历史 最重要的影响地区的因素 就是有目的力量 当年的突厥留下了他的一套语言体系 通过语言的传播 影响了这个第一大片地区 充灵啊 充灵 充灵的东西两边 包括地中海沿 而可见 你也由此可见 英语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 今天的国际语言 的世界影响力 也是深远的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那你就可以反思 这么多中国人 父母逼着孩子讲英语 是不是合适 当然 某些发达国家 为了 为了给中国人添堵 也通过语言般 来传播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 这应该值得 值得重视 毕竟当年 土耳其人也通过语言 这个途径 来干涉过中亚和西域的事物 这是对西域的影响 而中国人一昧的 喜欢讲英语 流行去欧美发达国家留学 这也是将来可能影响 中国社会走向的重要的一个外部因素 就是语言 当年的突厥语 带来了这么多麻烦 今天的英语 可能给明天带来很多问题 感谢观众